见者有份通通有 我们呢如果一次要把档案给所有的群组成员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选单呢 我们先找到我们的群组 那打开这个群组的这个对话框之后 再去做这个档案的插入 或者是资料夹的一个插入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一次啊 把不管是档案或者是资料夹呢 传送给所有的这个群组成员里面 那这样子的话就会非常的方便 那每一个个人他所看到的这个画面呢 一样会是一个档案接收管理器